真正的文化应该应从圣贤苏中学 在最近200年 虽然现在物质发展的很好 物质生活方面是提高了 但是我们的精神上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 反而是倒退了 来到地球上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点什么 不是来吃饭等死的 不能像动物一样 就只知道吃啊 好有繁衍后代啊 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有衣食住行 繁衍后代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竞争中死去 那跟那个野生动物呢 就有啥区别呢 没什么区别 那就是两条腿 站着走路的动物了 现在很多人呢 连野生动物都不路 跟那个圈养的动物差不多 这样的人生呢 就是毫无意义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想一想 作为一个人 我们跟其他的动物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的文化呢 渊源流长 我们要学习学习这个古圣先贤 跟我们讲的些什么 我们要好好应该说找回来看看 看看这个老子啊 孔子啊 这些古圣啊 都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因为最近这一两百年了 很少很少有人去学习 深入的学习了 我们总是把文化 当成一种比较世俗的东西 中国人喜欢讲什么酒文化呢 什么茶文化呢 等这样的文化 那样的文化 其实呢 这些所谓的文化呢 都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不能等同于文化 大比方中国人这个武术啊 太极拳啊 还有什么舞蹈啊 音乐啊 戏曲啊 影视的艺术啊 那么里面都蕴含着文化 但是真正的文化呢 我们应该是从古圣先贤的书里面去学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红楼梦》这本书 是吧 那很多人看过啊 但是呢 写这个《红楼梦》的作者呢 他对中国的鲁石道的文化呢 是有非常深的这个功底和修为的 所以呢 一般人看《红楼梦》还真的看不太懂 只是看了一个表面的故事情节而已 要真的能把《红楼梦》看懂呢 那一定是对鲁石道文化有很通达的人 他才能够真正看懂《红楼梦》 这个写《红楼梦》的人呢 也是有智慧的人 看得很透 我们的作为人呢 不能够迷失在人生当中 很多人的世间的人现在都是很迷失在这个人生当中 像老鼠一样 熟目称光 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满足眼前的贪欲 这样子活着呢 就跟老鼠一样 作为人类嘛 那我们要抬起头来 要看向远方 要看看天 要仰望天空啊 看看大地 我们活在这个天地之间 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来到地球上 这一生 是有圣贤来帮助我们提升 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 虽然现在可能有些人还是不太相信 这是因为你们没有谦虚的态度 和骄傲 就像现代人 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 刺迷这个科技的高度发达 迷失在这个生活物质的发展上 变得很狂妄自大 现代人越来越傲慢和愚蠢 这个物质的东西嘛 是基础了 是工具 物质呢 是死的 人是活的 人是有灵性的 我们的灵性不能埋没在这个肉体的欲望中 如果活着 只是为了让肉体继续存活下去 只是为了让肉体存活得更舒适一些 如果活着 只是为了继续活着 那像赵凤鸡一样 就度过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呢 就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呢 希望呢 我们大家呢 从今以后要抬起头来做人 不要低着头 只看眼前的事情 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的 不管多大的年纪 都可以重新开始 都可以脱胎换骨 谢谢大家